有这样一个男孩,他出生于云南省区境市惠泽县,他所居住的地方十分偏僻,从县城到他家需要坐一个小时的车,然后再走二十分钟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虽然他是偏僻大山深处的孩子,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考上北京大学,他让我们看见了寒门也能出柜子,就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主人公做的孩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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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总会眷顾勤奋而又努力的人 高考很快就到来 他在这场考试里取得了应有的回报 在2018年7月22号那一天 一辆邮政车驶入工地 给他送来了录取通知书 原来他以669分的优异成绩 被北京大学新闻和传播专业录取了 当地的邮政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崔庆涛的手中 当时的崔庆涛还在工地上搅拌泥浆挣钱 夏天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 在那样的高温下 崔庆涛没有任何抱怨 只有满头汗水的埋头苦干 崔庆涛之所以在工地上干活 是因为他的父母常年在外面打工 家里的生活来源都是靠父母打工来支撑的 他看见父母如此辛苦 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父母减轻压力 他就选择陪父母一起到工地上做兼职 高考一结束 他就开始了打工之旅 因为没什么技术 所以只能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 每天的工作任务大概就是运沙子 半沙浆 这些活看似简单 其实是非常耗费体力的 并且是在夏季 一天干下来就是11个小时左右 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对于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孩子来说可能是巨大挑战 但是对于崔庆涛来说 他并没有觉得这很难 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常年累月地干着 都是这样坚持下去的 所以在工地做兼职期间 他从没喊过一声泪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他只是开心了一时 因为他在担心学费的事情 大学相比初中和高中而言 学费高了很多 以及各种生活开支对于他来说都是问题 幸运的是 北京大学的老师向学校反映了崔庆涛的情况 最后减免了部分学费 除了学校帮忙 社会各界人士也向崔庆涛给予资助 但是崔庆涛婉拒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在他看来 他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挣钱 别人给予的帮助已经够多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努力上进 孝顺贴心的人 从小就心疼父母 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十分节俭 在学习上更是刻苦努力 考上北京大学也是他努力的结果 走进北大 走出大山的他 从不忘记以后要回报家乡 崔庆涛觉得 虽然走出了大山 但他未来还是会回到大山 只不过 再次回到大山的他 一定会为家乡带来一些全新的改变 正如许多网友所说 崔庆涛是所有农村孩子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会懂得感恩 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境遇 这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 就像崔庆涛一样 他的父母努力赚钱 也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进入好的大学 走出这座大山 希望崔庆涛以后不会像他们一样 只能靠着在工地上搬砖赚钱 我们都知道 目前社会上的现实就是 越是好的学校 农村的学生越少 农村孩子考上好大学的几率日渐下降 但是城市的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 却比农村孩子多 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下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来弥补上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大环境改变不了 我们就改变自己的小环境 也许这才是打破阶级壁垒的最好方式 我们更希望所有农村孩子 能够像崔庆涛一样 拿到属于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用这张通知书 把自己送出大山 未来人生的路还很长 只要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美好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不管怎样 只要努力拼搏 不放弃学习的机会 充分利用有限的学习资源 谁又能说 一定创造不了无限的希望呢 也许我们就是下一个崔庆涛 也许我们就是下一个寒门柜子 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看完崔庆涛的事迹后 给了你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